酒吧内两派人马发生冲突 大打出手 一群人一路从包厢内打到外面吧台 远景货报道场 其中两名男子竟还不收手 又继续打了起来 后续甚至更传出 有人被砍断 右手掌 蔡姓男子倒在地上 全身衣物满是鲜血 医护人员货报道场 紧急将蔡男的右手包扎后送医 事发就在2号清晨5点多 台东警方获报在台东穴大同路上 一间酒吧 有多名男子斗殴 警方出动快打警力 将现场4名犯贤 以现刑犯逮捕 但未了半个小时后 父亲巷子却传出 有一名男子手部被砍伤 原来就是稍早在酒吧闹事的 其中一人 我们在地下打架 我出来这边还没看到我一猫砍 我再走他猫砍 经了解双方系朋友关系 在酒吧同意包厢饮酒 期间口角冲突在店内斗殴 蔡男玉逃离现场 误上对方车辆 在车上口角纠纷后 遭徐姓 零姓犯贤打砍伤首部 本分局火速于2小时内 将七名犯贤全速弃货到案 一群好友喝酒欢乐 最后却上演全武行 甚至动刀把人砍伤 警方表示已将涉案的七名犯贤 全速弃货 全案依加重伤害 妨碍秩序等罪嫌 一送正办 原始新闻 中正台东西 采访报导 官方人 宜思凡 杀勿 须